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开始下跪 明朝接着跪 清朝是跪得最凶的 还跪死过人 跪得时间长 以至于官员还发明了一种户息 现代人上班迟到 也就是扣点工资 大不了再被老板训一顿 可古代那些苦命大臣 面对的可是当朝皇帝 那么在古代 要是官员上朝迟到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古代当官要以清 慎 秦为原则 秦的骑马要求 便是按时上班下班 迟到早退缺秦 这就是雍官懒散的行为 立朝承治 甚为严苛 处罚措施 也五花八门 首先 不算太严重的 会被扣工资 以唐朝时为例 唐玄宗时 文武官朝参 无故不道者 夺一记录 唐宿宗时 朝参观无故不道 夺一月凤 唐文宗时 文武常参观 朝参不道 据料钱多少 美贯罚二十五文 唐律还规定 旷工满三十五天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唐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 还要最加一等 到了清朝时期 康熙十二年定立 官员接驾不到 即长朝之日不朝 接伐凤一月 官员诈称上朝者 伐凤一年 捏共同上朝之官 伐凤两月 乾隆三十年在定立 该朝之时 托顾旷阙者 照失误 朝鹤立伐凤一月 而比较严重的 就会被打屁股 元明十七 就喜欢这样干 以明朝为例 文武百官上朝 缺勤一天吃二十小板 每在满三天加一等 满二十天 仗打一百大板 这一百大板 可是货真价实的 轮圆了打下去 不打个半死 也得皮开肉战了 元代著名书画家 赵孟福 就曾经因为上朝迟到被打屁股 当时 赵孟福担任兵部郎中 这是仅次于上书 侍郎 丞相的高级官员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腹部级领导干部了 时任丞相桑哥 对上朝的考勤抓得很严 规定凡是上朝持道者 一律打屁股 由掌刑郑玉送的段士官执行 段士官是一个蒙古人 他向来瞧不起汉人 对于汉人犯事一向手段残酷 有一天 赵孟福上朝迟到了 立即被这位蒙古段士官狠打了一通屁股 赵孟福哪受过这种委屈 立马去找上书 又成夜里哭诉 桑哥知道后 有点慌了 因为赵孟福那段时间是正受皇帝宠幸的大红人 于是桑哥亲自看望慰问赵孟福 还立即把他送回去疗伤 其实对于古代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来说 打屁股是小 承受的侮辱是大 所以 他们为了不阴迟道 被打得丢人 每天匆匆忙忙的奔波于家里和朝廷之间 在明末为忠贤当权时期 他曾经规定紫禁城不准点灯 还禁止文武百官上朝时骑马乘轿 这样一来 官员就只能被迫把上班时间提前 每天黑灯瞎火的一路狂奔着上班 有一次 有个家住在距离紫禁城比较远的官员 早上睡过头了 因为害怕上朝迟到被打屁股 于是他一路疯跑 刚好北京那几天连续下了雨 路上比较湿滑 这个倒霉的官员跑得太急 一步小心掉进河里 上班路上竟被活活淹死 那么 可不可以装病不上朝呢 在唐宣宗时期就经常有文武官员捏造生病等理由 不去上朝 在外宴游作乐 以至于御史台专门打小报告 建议皇帝加倍处罚这些人 宋仁宗期间 又巡使张义打报告 一口气弹劾护布郎中 使馆修转时钟力等33人 托辞生病不上朝 宋仁宗非常生气 下诏警告文武百官 对于称病缺席上朝者 朝廷要派医官进行检验核实 果然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啊 而皇帝上不上朝是另一回事 出大事了 可以临时取消 皇帝不上朝也是常有的事 后宫这么多妃子 晚上还要忙 难免自己也慵懒一下 最著名的是 名神宗万历皇帝 慵懒了23年 没有上朝 那官员们估计也顺便奉旨慵懒了 四股溶洞武庚起 武门朝见上贤池 何时遂得田园乐 睡到人间饭熟时 这是古代一位官员写的 后来被皇帝知道后 还真的被革职查办 免回家睡觉去了